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我今天呢就是來向各位介紹一下我們守護天使綠水靈他的一些機制以及他的打法 對因為我覺得他的就是單純遊戲中的說明沒有說到很清楚 那基本上我也是看得不傻傻 那我也配合了巴哈的文章去判斷我才知道說原來這個王到底怎麼打 那在今天出這隻王之前我沒有特別去韓版查過任何資訊 所以如果有哪一個地方我可能說明不周全或者是有錯的地方再麻煩大家跟我糾正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從巴哈這篇文開始講 這篇文我也是會附在影片底下可以讓大家去看 那攻略懶人8的話就是天使綠水靈他跳躍的時候 就是他跳起來攻擊會有100%的自死性攻擊 這個是普通跟混沌都會有的 對就像斑斑跳起來的那一招一樣 對那普通跟混沌都是100%攻擊 所以這一招一定要盡可能避免 那再來的話是他從27分20秒開始 他會出現第一次守護者浪潮 那等浪潮結束如果你有順利的通過的話 你可以獲得15秒的爆發時間 那這15秒爆發時間他不會補血 他也不會有防禦 對那這個我等一下會說明 那守護者浪潮的周期是180秒 也就是他從27分20秒開始 每過3分鐘都會放一次浪潮 對所以就是要自己配合一下自身直接的爆發 來去做傷害最大化 那普通的話220等 混沌250等都沒什麼問題 那他因為他不吃ARC增傷 當然也不吃AUT 對所以你的傷害很難 就是不會特別好看啊 跟奧蘇之河的王比起來不會特別好看 對然後他本身要存在的減傷 會比較麻煩一點 對那這邊都跳過跳過 他守護綠水靈的話 具有額外的30%減傷 這個跟戴斯克差不多 戴斯克是你他在他的那個什麼 處所在防禦的時候是有90%的減傷 那綠水靈的話他是有30% 對普通模式下每1分鐘恢復1%的HP 混沌是每30秒恢復1%HP 對透過守護者浪潮可以造成 極大且不可恢復的傷害 這個我不是很懂 總之就是你如果成功守護住的話 他就會取消30%減傷 然後也不會補血 但是就是只有那15秒而已 所以那15秒要非常的好好的把握 把握住那15秒的輸出機會 那這張地圖裡面 他會有兩個階段 正常來說你第一個階段就是看到這樣子的門 對他會有四個紅圈圈 對那分別是這四三門 上面的那個應該是固定的啦 就是好像這個是黃色然後藍色 然後綠色跟紫色應該是這樣 這應該是固定的 那第二階段之後他會延伸出下面的地區 那下面的地區的門的顏色就會是隨機的 每一次都不一樣 對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那這四個門分別是這樣 然後他這四個門呢 他會有所謂的雷射 這雷射是你在 他在瞄準時會有這個 鬚鬚的綠綠的 對那他出現那個鬚鬚綠綠的時候 他會瞄準四秒 對四秒後就會變成一個大的 那被這個打到的話 是每數20%連打 並且造成暈眩 那每一條雷射最多造成60傷害 所以你基本上你被打到 你被暈了 你就是一直吃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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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天傷就會破掉這樣子 總共是120%的傷害 對你沒天傷就會死 你有天傷就破掉 對你可以透過即時交進化來迴避 就是你發現你躲不掉了 趕快按進化 那你至少你吃到第一發或第二發的時候 你還可以趕快跳走 或者是趕快攻擊去回血這樣子 對 完全抵擋的門不會產生雷射 什麼叫做完全抵擋的門 這個我等一下會做說明 對 那這個東西 這個熔岩水靈就是他會 不定期的在場景中出現 對 那這個東西可以透過我們的NPC採集劍 來把它打在門上 那你只要有三顆石頭打在門上 那個門就會被你封印 也就是這邊說到的完全抵擋的門 要記得是完全抵擋的 你如果在三顆以前 你可能打到一顆或打到兩顆 那個都不算 必須要是三顆完全抵擋的 對 那 他這個方向的話 是 欸 他這邊這個巴哈這一篇文 他沒有特別說明說 他這個吃到怎麼打 那我稍微畫一下圖 假設我們的那個熔岩水靈 是這樣子 在這邊 那如果說我們 正常情況下 我們玩家站在 站在這個熔岩水靈身上 我們站在熔岩水靈身上 那我們按下NPC對話之後 他就會出現上跟下的符號 就是這個東西 他會出現這個符號 那你選擇你是要往上打還是往下打 但他這個意思是指說 他的濾水靈會出現位置在哪裡 他會像這樣 就是如果你是按上 你是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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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的 他的 位置就在這邊 你如果按下 他的位置就在這邊 那 如果你按上 他這一顆石頭就會沿著這個方向打過去 那如果你按下 他就會這樣子 也就是 也就是說 你按上 他就會由上往下打 你按下 他就會由下往上打 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就是要去看你的 你要打過去的門會在哪裡 然後要記得的是他 如果他是往上打 他會是一個拋物線的狀態 他並非是一直往上打 他是會一個拋物線這樣子飛過去 對 所以如果說門在這邊的話 你從這邊就可以這樣子往上打過來 對 那還要一個特別的記得是 如果說這邊有 像通常門是靠著牆壁嘛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有一顆石頭是在這裡 然後你 從 這一個位置打過來 打到這裡的話 碰到牆壁 他就會碎掉 這顆石頭會碎掉 對 沒有辦法使用 對 所以這個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 變成 三個之後 他就會順利的把門擋住 對 這個是因為他是動畫的關係 所以 正常來講你疊到三顆 他並不會爆炸 對 我那時候在看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是有點 不太能理解說 為什麼擠滿三顆會爆炸 對 他這個只是 給你看效果而已 所以就不用特別的去在意 反正就是疊滿三顆就對了 那 再來就是守護者浪潮 這個東西是 我自己的評估是 我在 一開始第一階段的時候 我只會 傾向於去擋一扇門就好 對 我不太會去擋第二扇或第三扇 甚至第四扇 對 因為我覺得擋門這件事情 其實還蠻浪費時間的 你擋好一扇門之後 你其實就應該要花時間去做輸出 雖然說網有30%的減傷 但是你還是有70%的攻擊力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你要 你還是要稍微去攻擊一下 不要花時間去擋門 擋好一扇門就可以了 那你擋好哪一扇門 要記得 一定要記得他的顏色 假設你擋的門是黃色好了 那等到守護者浪潮之後 你就要去把這一個 這個浪潮引到黃色的門 對 那至於要怎麼引呢 他這個東西是 他會一直慢慢往下跑往下往下跑 他會類似於說 我們下面假設有一個 黃色的門 跟 我們有一個紫色的門 跟一個黃色的門 跟一個 藍色的門 還有一個綠色的門 那他的 背景會長像是這樣 下面一定是平的 然後這邊可能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平台 這也會有一個平台 然後這裡也會有一個平台 然後這裡也會有一個平台 類似於像這樣子 那 那一個 浪潮呢 他就會像這樣子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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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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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 都有可能 這個都不一定 所以 你通常 他這個東西 他會有三次機會 他總共會有三次的 那個 機會 他三次流動的方向 都是固定的 所以你可以先去判斷 他第一次是怎麼溜 假設他第一次是這樣子溜 這樣子溜 假設你現在要走到綠門好了 可是他卻是這樣子溜 那你就可以透過 他在第二階段的時候 他的NPC採集鍵 他會變成是另外一個 他變成結晶體 我們上面這邊的話是 上面這邊是 能量彈 下面會是結晶體 對會不一樣 他這個結晶體就是會幫你做一個 擋住浪潮的去路 那要記得這個東西 他被碰到兩次就會破掉 所以要稍微的放好位置 對 假設他是這樣這樣子 我們應該是從上面這邊溜下來 我們會這樣溜下來 我們如果今天要走綠色的門 那我們就要 變成是 在 這個地方塞一顆晶體 那 他走的時候 溜下來 撞到 他就會走過來 走過來 走進來 那今天如果他 是要走紫色的門 那我會放在 這裡 以及這裡 通常他應該不會那麼極端啦 他如果說 就是他如果 他的路線如果是擺成這樣 正常的這樣 他 他就會直接這樣走走走走進來了 對 但是如果就是 保險的話 還是可以這樣 避免他這樣走過來 你會碰到 走過來走過來 他就碰到 然後再走進來 對 如果你要走藍色的門 他的路線如果是 就是 假設這樣子好了 假設這樣這樣這樣嘛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在 這邊 預先擺一顆 避免他往這邊走 然後在這邊也擺一顆 這樣子的話 他在走這邊的時候 他就會撞到 然後反回來 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對 然後再來是特殊浪潮 特殊浪潮的話是 當 我們 這個是在確認 對 這應該是剛剛編輯的 因為我剛剛看的時候是沒有 反正 就是當 綠水靈的血量 比較少的時候 他會有機率觸發 對 這個東西 我剛剛在 打練習模式的時候 我有遇到過 金色浪潮 我還沒有遇到過 粉色浪潮 粉色浪潮 我先講 他就是跟 原本的綠色浪潮一樣 然後是加快的版本 會讓你 更難判斷說 他的路線到底是怎麼走 對 那金色浪潮的話是 他會不一樣 他就是我們 我們原本綠色浪潮是要讓 我們的浪潮走到 我們擋住的門裡面 但是金色是相反 我們要讓他走到沒有擋住的門 才是滿正的了解 然後要特別注意喔 金色浪潮只有一次機會而已 他不像 綠色浪潮有三次 三次容錯機會 你一次走錯了 就沒了 對 紫色有 粉紅色是幾次 我不確定 因為我沒有遇到 那金色我確定只有一次機會而已 對 所以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有人可能會問說 如果我沒有順利的抵擋的話 會怎麼辦 其實沒差 對其實沒差 你就是沒有那獎勵的15秒而已 所以其實沒差 對 但是就是你有那15秒一定是最好啦 畢竟 呃 王不會動 他會呈現暈眩狀態 他就是這個肉吧 他就暈在那邊15秒 對然後他又不會補血 然後他又不會 不會有減傷 對 你們可能覺得15秒沒有很多 但是在困難模式的情況下 他30秒就會 就會補 補1%血了 對 那個少了那15秒 你就少了1% 對 所以多少還是會有點差 對 這邊有講到 呃 還有10%的最終傷害的buff 對 所以是很有差的 對 守護天使特殊暈眩期間不可使用束縛類技能 15秒時間到人會強制結束 這個是今天更新的齁 這個我稍早也沒聽到 聽有人遇到類似戴斯克獎勵次數產生非洲奇的浪潮 啊 啊哈 就是 像戴斯克他是會因為會因為血量到到了多少 然後就會 突然的開眼嘛 那這個會不會有浪潮 就不確定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下面的攻擊的話 其實沒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就是 基本上每一隻王都會啦 反正就是會有各種奇奇怪怪的招 那唯一要注意的是就是他的跳躍攻擊 對 100%傷害 那他的這個東西是指說 我們的普通模式是20秒冷卻 混沌模式是18秒冷卻 所以如果 打普通的人可能會比較好算 打 打打打打打打打混沌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他畢竟是18秒 你會很難去計算說他下一個下一個時間 但是你還是可以稍微算一下 假設你現在的時間是剩於14分58秒 那他使用了跳躍 那你就知道說你14分40秒就會吃到下一次攻擊 那等到大概4142秒的時候 你就是稍微不要貪刀 稍微看一下他的攻擊 那確定他跳起來了就趕快閃開 這樣子 激光這個就還好 對 其他的都還好 那再來是他 召喚小怪的部分 召喚小怪的話有這五種小怪 對 血量多少還不確定 對 這篇文章文章都沒有講到 但是我自己打起來是還蠻多的 我沒有辦法一招秒掉 對 好可怕 對 那其中呢 愛心水靈是最需要優先擊殺到 他這個是會主動造成攻擊 並且附帶誘惑效果 對已經有好久好久好久 沒有看到有王會有所謂誘惑效果 對 雖然說我們可以透過無敵去解掉 但是 無敵技其實基本上都是扣著 扣著拿去躲 拿去躲 雷射 對 這雷射非常的重要 對 你當你真的發現你來不及躲了 真的要趕快開 開進化 對 誘惑就算了 對 反正他只是跳一下下而已 其實 影響中不會到太大 對 大概是這樣 那我就 嗯 混亂我們混亂我們剛剛打完了 對 那我就是直接打 一般模式的練習 對 就是稍微 總結一下 究竟該怎麼打 對 畢竟用講的還是會有點模糊模糊的嘛 那我們就是實際 進入戰鬥 來看一下 那 基本上 前期你剛進場的時候一定就是先攻擊 因為 首先你這個 這個技能你一定還不會滿 所以 我們就先打 那其次是我們還沒有看到石頭 所以 也都不用打 好 我們出現石頭了 像這一顆 我就會希望我是這樣子打上來 那我就按FG都按下 那他的位置 他就會這樣子 打上來 打在這個門上 那這邊有一顆 那我們想要把他打下來 所以我們 對他MPC對話 按上 有打到嗎 應該有吧 沒有沒打到 他不要已經被推走了 再一次 按上 好 打 他就下來 好 在這邊有一顆 怎麼一樣 怎麼一樣 我們就 MPC對話 按上 然後他就會從上面伸到出來 從上 往下打 好 沒有打到 但是他至少在附近 所以我們就在一顆 往下 讓他由下 往上打 就封住門了 那封住門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開心的輸出時間 輸出時間 輸出時間 對 那因為是練習的關係 就 不要打太痛 所以就 不然我們就再去封一個門 我們就去封一個門 我們這次封黃色的門 這顆往下打 由下往上打 打出去 然後等待 OK 再一顆 這一顆 一樣由下往上打 比較 好 這個MPC對話是可以帶著走的齁 你還沒有按上下之前 他都會跟著你 所以是 OK的 好 這一顆 由上往下打 我們門就封住了 好 那我們目前封了 藍色的門跟 我們目前封了藍色的門跟 黃色的門 那我們要記 一定要記 對 我們要記得我們是封了什麼顏色 等一下第二階的時候 我們就會使用到 二十七分二十秒 再過十秒之後 我們就會進入 浪潮階段 好 進去 那我們的黃色跟藍色在這裡 左上跟右上 所以我們就需要把我們的浪潮引到左上跟右上 對 對 那我們就可以 他浪潮一定是從上面下來的齁 我們就可以跟著他走 跟著他走 阿記得不要碰到齁 你碰到他你就會跟著他一起流 好 我們要走下來了 對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擋 我們想要讓他走去藍色這邊 這邊也可以擋 對 就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進去 對 然後我們 成功了 我們就可以 到上面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 王會出現的地方 對 那到時候王出來 就是 你正爆打對不對 好 石頭 有石頭 這邊一顆 然後下面這邊有一顆 這個可能要運送兩次齁 或者我們可以試看看這一顆 我們丟炮霧線 看會不會中 但是打到門還是打到牆 打到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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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顆往下打 這個就要打兩次 他會先送下來 然後我們再 打到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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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搞ChoMO 那我們就通過了 接下来应该是24分10秒 还有33秒 喔 进浪潮 蓝色的门 蓝色的门在左下角 所以我们就要把浪潮引到左下角 左下 左下 好 他这边是走到绿色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稍微挡一下 这边也要挡 让他走这边 这边也要挡 这边也要挡 这样子 然后就进去了 好 然后就会在这边出现 所以我们可能会好奇说 为什么他的血量会有空的跟绿色和升绿色 他的升绿色是指说 因为他毕竟他每分钟会补血 他那个是指说他的血 最多最多就会补到多少 真的空掉的地方他就不会再补血了 对不然 有时候真的是太 就是你没有办法抹 对 虽然说这个网可能也抹不太起 但是他就会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你的 空的地方他就绝对不会补血了 那升绿色的地方是他还有可能会补血的范围 如果你真的打太久它就是会把那边补满这样子 所以他并不是说还有丟一条鞋 就是一条鞋而已 一条鞋就已经够 够烂 够费劲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支影片 可以了解这支手手的特性 以及到底该怎么打这支手的手的手 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见 掰掰